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风险与报酬 那我们首先来熟悉 什么是风险 风险呢 我们说从我们专业术语来讲的话 那就是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叫风险 说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那么在我们的异常生活中 那就是很常见了 你比如说我们进行股票投资 那个资本市场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你投资购买股票所获得的回报率 可能是高于你的预期 你比如说预期的报酬率是20% 最后我选的不错 赚了30%的报酬率 当然可能最后的实际报酬率低预期 赚了10%的报酬率 当然还可能怎么样 我亏了50%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这就是资本市场具有不确定性 再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存在 明天是否刮风是否下雨 然后你今天天气如何 早晨起来好像天气还挺好 下午怎么又是狂风大作了 这是不确定的 所以说阴天就有阴天的这种状态 晴天有晴天状态 这样的天气存在 你就新年去接受 是吧 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比如我们出差 坐飞机 飞机会不会延迟会不会晚点呢 坐高铁的话 那高铁会不会准时呢 这都具有不确定性 有一次去广州 晚上还有课 早点去吧 然后早晨头班的飞机 结果一说空中管制 结果到广州的时候 到晚上快九点了 起个大早赶个晚期 所以后来不行 我再骑广州的时候 我也不坐飞机了 那我就坐火车 睡一休觉 天上早上一到 挺好 比较保险 那既然赶上来 那你就得接受啊 你抱怨也没有用 没有用 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参加 财务成本管理 这名课程考试 将来能过呗 应该说将来有不确定性 是吧 可能过也可能不过嘛 这叫风险 有不确定性 如果说将来肯定能过 你还这么辛苦去复习吗 说将来肯定能过了 你就不用去那么辛苦复习了 是吧 将来肯定能过嘛 那如果说将来肯定不能过 你还复习吗 复习也没用 你肯定过不了啊 所以说我们将来考试 那就会怎么样存在这种不确定性 我们现在辛辛苦苦的 精精业业的扎扎实的去学习 去复习备考 要干嘛 把不通过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这是什么目标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提到了 那你对于这个财务成本管理 这面课程的考试 这个将来预期分数多少分呢 预期多少分呢 预期多少分 你说预期60分 你预期60分 似乎有点低 是不是 比如预期 这个75分 这个财务成本管理 这面课程 必要分多少分呢 必要分数是60分 60分算及格嘛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考试之后 那个实际的结果了 是吧 那实际结果 我们说有几种情况呢 一个答的比较理想 高于预期 我得了80分 那第二情况怎么样 低于预期 多少分呢 我得了70分 预期分数不是75分吗 低于预期 还有什么情况啊 我实际分数 不仅仅低于预期 还低于比较分数 56分 可能吧 也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讲的 预期结果不确定性吗 这叫风险 这叫风险 为什么刚才你说 预期分数60分 我说不合适呢 这个老爷 故意说得好啊 求其上 得其中 求其中 得其下 求其下 必败 如果说你求 就求了必要分数60分 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你求其上 你看看 我预期75分 我稍微突如 我还能够突如 70分 65分 还有突如的余地 是吧 如果说你求就求60分 一突如 那得下去了 这能明白吧 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是吧 所以这都是风险 既然我们说 有这样的风险 有这样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我们现在 就得好好学习 扎扎实习复习 将来成绩出来之后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自己 十几个月的复习备考 就行了 什么结果都是能接受的 而发现我们有些同学 哎呀 考了三次 考了四次 操务成本管理都没过 哎呀 这个心理上难以接受 那你学了半天 操务成本管理的话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只要我们付出了 我们结果 都是能接受的 对吧 这叫风险嘛 啊 这叫风险 对不对 那就没必要去纠结它去了 是吧 所以这时候呢 你学起来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啊 就比较轻松一点 那么另外呢 就是 说我们现在这种健康状况 能不能够满足未来三十年 将来能够独立自主的这种生活下去呢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是吧 所以今天能够遇见明天什么样吗 你遇见不了 所以有时候 这个今天躺着睡觉 那今天躺着睡觉了 你明天早上 你就一定保证能够 正常起来吗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把今天的过好 这很早上起来之后 哎 我把第二天要过好 使说 每天 都把过得充实一些 踏实一些 你说今天你抱怨了半天 发了半天的唠嗖 那你 明天怎么样呢 是吧 那为什么不把今天的过好呢 这就是关于这个 不确定问题 可能有的同学说了 哎呀 你说我们什么事情都确定了该多好 那你考虑考虑 如果你未来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你说了 这个20年之后 你就是财政部长 你就注册快适协会的秘书长 那你现在还用奋斗吗 熬啊 熬啊 熬20年 我就成注册快适协会的秘书长了 你现在还这么考吗 还这么复习吗 还这么辛苦吗 等着了就 等20年之后就是了 如果是现在你啥都不缺 吃喝不愁 要啥有啥 你还有奋斗的那种动力吗 你还会这个起早餐晚的去 拼搏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富二代新二代出问题呀 因为他什么都安排好了 啥都不缺呀 所以他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吗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因为我们得拼搏得奋斗 对不对 因为好多不确定的 我得去整取去 是意思吧 所以你看我们活得才会有劲头是吧 什么东西规划好之后 你就记住就没有这个劲头了 你说哎呀 现在躺在床上挺舒服 那整天卧床不起 那人你觉得舒服吗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换位去思考这些事情 好了 这就是关于风险的理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报酬的概念 这个报酬呢 我们说有绝对数表示 有相对数表示 那绝对数表示的话 就是报酬额 相对数表示呢 就是报酬率 比如说我们购买股票 假如说呢 你买了100股股票 每股的投资额呢 比如说是37块钱 在年末的时候呢 每股股利呢 是1.85 年末的时候呢 股票价格呢 变成40.33 然后把它卖出去了 那持有这股票 持有一年 那你获得了多少报酬呢 那你的报酬呢 其中一块就是股利收入 另外一块呢 就是这个资本利得收益 资本利得收益 就是讲的买卖价差嘛 你是37块钱买的 40.33卖了 获得个价差收益嘛 这就是你持有股票一年 获得的总的收益水平 这叫总报酬 那么如果说 用相对数来表示的话 那这个报酬率多少呢 这个报酬率呢 我们说就包括两块 其中一块呢 就是股利收益率 另外一块呢 就是资本利得收益率啊 那股利收益率的话 我们说你得到的股利呢 每股是1.85 每股按照37块钱来买的 好了 两个相逐 这不是股利收益率吗 那么再有呢 就是你资本利得收益率 买卖的价差 然后怎么样 除以这块的投资额 购买金额吗 算是结果来 就是你的股票投资报酬率 其实说白了 我们这块的投资报酬率 那就是你获得的总报酬 然后怎么样 除以我们的投资额 不就这意思吗 因为我们看一看 这块的分母的吗 都是37 是这意思吗 你购买每只股票 获得的股利收益是1.85 每只股票的买卖价差算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算出 你投资购买一只股票 获得的收益水平 然后怎么样 除以购买价格37 算上结果就可以了 这是相对数概念 报酬率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用绝对额表示的比较少 大多数都是用相对的概念 就是说报酬率的表示 所以说我们讲的 风险与报酬 那报酬 通常都是相对的概念 就是报酬率的概念 那么这个报酬率呢 具体的形式呢 又有三种形式 一个就是实际的报酬率 另外就是预期报酬率 还有就是必要报酬率 三种形式 那么这个实际报酬率 那就意味着已经实现 已经确定好的 你比如说我们投资购买股票 一年算下来 好了 我的报酬水平 比如说是负的30% 这就是你实际报酬率 一种表示方法 预期报酬率呢 我们说了 把这个资金投到股票市场上 由于股票市场呢 这个风险比较高 所以说预期报酬率呢 我预期报酬率 比如说为20% 接下来必要报酬率 必要报酬率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资金怎么样 我们没有投到其他领域啊 我投到股票市场来了 那么如果投到其他领域的话 我最少得赚多少呢 我最少得赚10%啊 那换句话说 由于我们这个资金 没有投到其他领域 而投到股票市场上 我最少最少赚10%才是合适的 这叫必要报酬率 必要报酬率 必要报酬率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放弃了 其他领域投资 而丧失的一种收益 我们说这个必要报酬率呢 其实也就意味着 你放弃了在其他领域投资 而丧失的一种收益率水平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机会成本的概念 那么在我们这个财务成本管理里面 你注意 这三种报酬形式 我们最为关注的应该是后两个 而对于实际报酬率水平 我们一般很少关注它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财务成本管理 都是面向未来的决策分析 并不是你过去的那种投资机会的显现 所以说你实际的报酬率水平 通常情况下 我们并不是给过度的关注 而更多的是要关注我们的预期报酬率 必要报酬率 然后指导我们的决策与分析 这就行说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它反映的什么呢 是充分组合情况之下的风险和必要报酬率 的关系 说什么叫充分的组合 比如说我们这个股票市场上 把所有的股票 我们都买进来了 都包括了 这叫充分的组合 在充分组合情况之下 就意味着可分散的风险 可以全部分散掉了 可分散的风险全部分散掉了 就意味着我们存下来的 那就是不可分散风险 不可分散风险呢 我们说也叫系统风险 那么这系统风险的高低 我们就用β系数来衡量 因此呢 就是说在充分组合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考虑考虑 这个系统风险和必要报酬率 之间的关系 那么从我们的表达上来看一看 那就说这个必要报酬率 这R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 其中一部分呢 就是这块的无风险的报酬率 另外一块呢 就是后边这块的 那就是风险的报酬率 而风险报酬率怎么算出来的呢 它是用这个系统风险的 这个β系数 然后乘以RM减去RF的结果 那很显然 你的系统风险如果越高的话 我们这块的风险 报酬的水平就会越高 那么必要报酬的水平 自然就会水涨上高 对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我们说每年是必考的 但是我们每年都有太多的考生在这里面丢分了 为啥丢分 就是因为每个变量都没搞清楚 那我就围绕这几个变量给各位同学做介绍 首先一个无风险的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呢 在确定的时候呢 它是用长期政府债券的到期收入率来表示 那这时候呢 就会联想到我们第四章资本成本计算 这个资本成本计算这块呢 我们会讲到关于普通股资本成本计算 讲三个模型 其中一个模型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里面就会详细去介绍 无风险的这个利率确定方法 就是长期政府这件到期收入率 然后紧接着说的 那么这个到期收入率怎么去计算呢 OK了 马上就得想象一下 我们在资本成本计算那一章 会讲到关于债券资本成本计算的时候 有个叫到期收入率法 就结合在一起了 把未来利息求限值 面识求限值和当前市下相等 然后求解遮限率 那个遮限率叫到期收入率 算出来之后往这一放 OK了 既然这里要长期政府债券到期收入率 比如说人家给了有三年的 给五年给十年的 用哪个呀 当然用十年期的 长期的嘛 而且要用它的到期收入率 接下来就是贝特系数 贝特系数呢 我们说这是系统风险高低的核量指标吧 那么这个贝特系数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在这个风险报酬这块 我们会讲它的计算方法 定义公式 当然第一公式可以考我们 更多的可能性 会结合投资项目资本议算那张 讲折限率的估计问题 那就意味着 当你资本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的系统风险的高低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这时候怎么需要调整 因此怎么样 涉及到卸载杠杆 加载杠杆问题 这个22年的时候又考到了 这个东西是常规的核心考点 不能够忽略啊 不能忽略啊 那如何卸载如何加载 你知道这回事就行了 而且知道在哪块要讲 具体怎么调整 现在先不用管它 那现在就告诉你了 如果这些地方你不会 那就意味着将来考试的时候 就会纠纷 接下来就是RM的确定 这个RM是啥 你看我们这里面给了不同的称谓 这些称谓在我们以往的历年考试里面都设计过 那我就告诉各位一种技巧 这个RM指的是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报酬率水平 也就意味着你不管是用哪个词来描述 只要反映的是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报酬率水平 那就是RM的意思 你看是这样的吧 说权益市场 只是股票市场吧 再比如说 股票市场没问题吧 然后市场组合 市场组合我们说指的这种出门组合吗 包括了整个股票市场上的股票都有了 这叫市场组合 或者什么呢 或者叫做平均的风险股票 平均风险股票股票是有风险的吧 OK没问题 那就是风险那俩字是修除股票的 叫平均风险股票 这个是比较容易混 那现在可以看出来了吧 只要是我们整体的概念描述 能够反映的是 针对整个股票市场的一种报酬率水平了 平均报酬率了 那就是RM的 这个能分清了吧 所以你看不管怎么说 你看这个啊 这代表整个股票市场的 那就是RM 然后接下来看那个RM-RF 这叫什么呢 这是一个市场的风险溢价 一定要注意是 整个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 所以说 从我们这个材料所给的信息 你只要能够判断出来 是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 风险溢价 风险报酬率 那就是RM-RF 这里面你也特别注意哪 特别注意后边的一个 平均股票的风险报酬率 你看 这风险修是谁呢 风险修是报酬率的 给我们这个要注意区分开 啊 跟这打叫区分开 看那风险在哪呆着 我们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个那么拗口挺难受 为啥会出现这么多东西呀 每年教材修订的时候 有些专家 哎 我这样称谓 结果下一次专家修订的时候 好好用另外一个称谓 每位专家在修订我们教材的时候 他会参考国外翻译过来那些教材 那你名称不一样 他在修订教材的时候呢 参考的工具书不一样 然后这块给的名称都不一样 结果呢 就出现了我们教材上 这些名称都存在过 都有过 那都有过之后呢 考试 那就按照教材 好 今天教材修订了 好 用这个词 那我用这个词 叫平均风险股票报酬率 那我就用它表示RM 哎 另外一年的时候呢 说平均股票的风险报酬率 他表示RM-RF 哎 那我出题的时候就用这来出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以往历年的这个试题里面 这些的称谓就都有了 而我们现在出题的时候 他就会参考以往历年的试卷 那你就不能够忽略了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教材上 他没这样叫 但是以往考过的时候 它是有这样的称谓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资本成本 那我们首先数一下 什么是资本成本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使用资金的时候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不能够无偿使用 不能无偿使用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资金 假如说使用5000万资金 那么这个资金的提供方把这5000万给你了 给你了 那你使用这5000万的时候怎么样 你能无偿使用吗 很显然不可以 好了 这个资金提供方说了 这5000万可以给你使用 人家说了 我给你使用了 我就没有放在其他领域啊 如果放到其他领域的话 那个资金提供方说了 人家可以给我10% 我如果投到其他领域的话 提供给其他人去使用 他可以给我10% 那么现在给你使用 你怎么样 你最少得给我10%了 这10%说白了什么 就是一种机会成本概念吗 你如果给我的报酬 如果没达到10% 那我给你使用就没啥意思了 那我还不如给其他人去使用呢 所以说这资本成本说白了 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 换句话说 我给你使用这资金的话 我最少应该达到的报酬就10% 能明白吗 你如果给我8% 对不起 我这5000万不给你用了 不给你用了 那我如果给你12% 你愿意给我使用呢 那当然可以啊 我如果给你12%的话 那怎么样 大于你要求的最低报酬率 你当然愿意给我使用 而且你还会快速的给我提供过来 我就可以快速拿到手 然后投入下去去使用 因此呢 我们说的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 就是说我使用这资金所付出的代价 不能够低于你的必要报酬率 是吧 不低于它 不低于它的话 就意味着大于等于它嘛 这能明白吧 这是从投资方来解释 那么如果从我的筹资方来解释的话 这个资本成本 那就意味着 我筹集和使用资金 所付出的这个代价 你比如我筹集的时候 有筹资费用 使用的时候 有使用的代价 你比如我使用债负资金 我要支付利息 使用股权资金 我需要支付股息 这就是你怎么去解释 你看我是站在筹资角度去解释呢 还是站在投资方去解释 是吧 那么接下来 那这个资本成本算出来之后 干什么用呢 一个 投资决策去使用 比如说 我们的资本成本多少呢 假如资本成本是12%啊 那么资本成本是12%的话 好喽 我把这资金筹去到位了 然后把资金要投下去使用 那么投下去是使用的话 我最少得赚多少啊 我最少得赚12%才可以啊 那我投下去使用才划算 如果我投下去之后 连12%的报酬率都没赚取 那我这就是失败的 所以说 我投到某一项目上 这个项目的报酬率水平 应该高于12% 你比如说我们在投资项目 资本预算这块啊 说你这个项目资本成本是12%对吧 然后呢 这个投到项目上之后呢 它的内涵报酬率 比如说15%啊 那内涵报酬率15% 高于12% 没问题了 这项目可以投资 或者说呢 我们按照项目资本成本12%啊 去计算它的NPV NPV怎么样 大于零 没问题了 这项目也可行 这就OK了 那么接下来 筹资决策使用 投资决策的话 在这里面怎么样 我们要追求一个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吧 那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的话 就意味着我代价会更小啊 然后呢 我的企业价值就达得最高了 为什么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的时候呢 企业价值就最高呢 因为企业价值算的是怎么算 是未来现金量折现呢 那未来的现金量折现的话 那折现率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了 那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越低的话 那折现的结果当然就越大呀 所以说我们在筹资角色分析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得追求一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 这是筹资角色分析 那么营运资本管理这块怎么样 如果说我们这个资本成本如果比较低的话呢 我们在流动资本上就可以占用更多资金了 那我代价也没这么大是不是 那如果资本成本比较高的话呢 那我在营运资金上占用资金的少占用点啊 得节约一点是吧 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企业价值评估 这个企业价值评估呢 在这里面怎么样 就是我们教词的第八章是吧 有实际限量折现问题 有股权限量折现问题嘛 股权限量折现的时候呢 得用股权资本成本做折现率 这个实际限量折现的时候呢 得用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做折现率 所以这里面怎么样 就会适合到资本成本算法呀 再来就是业绩评价 那业绩评价这块呢 比如说我们计算经济增加值 用调整之后的税后净营业利润 然后减去调整过资本成本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吗 所以说这里面也会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资本成本计算呢 像2022年的时候 它不就考到这点了吗 计算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当然你要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话 得先计算债务资本成本 计算股权资本成本是吧 然后再计算加权平均数 然后呢 调整后的税后的净营利润算出来 调整后资本算出来 就可以计算经济增加值了 这就是22年的一个考题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了 这个资本成本用途有这么几个地方 你注意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说考选择题吧 说资本成本都哪地方可以用啊 没这样出题的 其实我们这里面告诉了 说资本成本算出来之后 有这么多用途 那就引导着我们 在主观题里面啊 就是将来考的时候呢 是可以连带一起来考我们的 告诉我们了 主观题的出题方向 这些东西往这些摆的话 那出题人也会这样想是吧 资本成本计算和投资决策结合在一起 资本成本计算和筹资决策结合在一起 和价值评估结合在一起 和这个经济增加值计算结合在一起 你看 都给他指明了方向了 那我们复习备考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得清楚呀 你是不是也得清楚啊 是这么来考我们的 告诉我们主观题怎么考 而并非记住这几个啊 在哪些用 不会这样出题 所以说你看啊 考试怎么考 你怎么去学 这是要清楚的 我们有的东西上来就开始背 资本成本用途有这么几个方法用途 一二三四五开始背 背那半天一点用没有 那不是考试出题的方向 那你咋不想一想啊 用途有这些东西啊 那考试出题的时候就可以决资写来出了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谢谢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